《狼图屯》的小说 《狼图屯》的小说 狼图屯的这种如此奇特 如此的传奇 这场面 超过全线所有的 《狼图屯》的小说 它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电影 我们是在八年前 就把《狼图屯》这个小说的 电影改编权买下来 当然买下来 我们在全球去寻找 适合拍摄的这个导演 当然很自然的 咱们就把这个目光 聚焦在了阿洛导演身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拍动物电影 非阿洛导演莫属 《狼图屯》的小说 《狼图屯》的小说 他叫我认识,他说,我感觉这个作品我喜欢,这个作品我喜欢,我喜欢这个作品 我会继续买但是你开始读它,这样我们会可以聊一会儿 当我读了一篇,我写了它,我写了所有我的印象 像是这样子我会写这个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做了一研究 我找到最好的猩猩 世界上的猩猩 我自然而来到Andro Simpson 因为所有人都提供了 我们做了一件事 而是一件事没有完成,不过很多次在电视团 这些狗你们看的是狗狗 这些狗狗狗来带的狗狗狗 四季度的狗狗 他们看一下第一眼是这种非常重要的 无论的狗狗 他们不可以看见狗狗 如果我们看到这张狗狗 这些狗狗 这是我们的狗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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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